各位同学好,我是凌文老师 我们来看看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随着往下去 推理嘛,一百年后,如果科技把一切都解决怎么办 也不要讲一切,如果超过一半就不得了了 人们该做什么,欢迎来到高科技的乌托邦时代 这边我们就一定也可以看到,有些单字是蛮重要的 譬如说在萤幕上可以看到解决各位都熟悉 但你知道solution不值当解答吗? 这边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用法 甚至连dissolve用法我都给各位同学说明了呢 这就是我在字典上的优点 然后跟同学讲说你要背了解决,还要背两个同意字呢 这是语言学习的重要 我们就来看乌托邦,乌托邦叫Utopia 将将出来了 甚至还看到dystopia,反乌托邦呢 现在什么用语都有 总之我们来看到这个世界会什么样的结果 哇,这张图 说明了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自己家里有高中生或国中生 赶快找林温老师一对一上课吧 因为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语文上面会针对你的小朋友的需要 立刻补足 就像看医生一样一对一 补习班人多 大家贪 请注意我们的一对一的费用 也许会比这个补习班的费用高一点点 甚至有时候还便宜 看你地区了 但可以确定一点点 孩子不用通勤 而且上课的效果好 课程随时可以变换时间 这就不得了啦 来吧,我们把这篇文章听个四分半钟 同学们加油 不过如果各位同学想要观看后面的内容 你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就是跟林温老师呢 就是一对一上课 我就可以每一周给你看这些课程 第二种方法呢 就是直接买经济学院杂志的课程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再说一遍 一年250篇文章的讲解 你看荧幕上我已经讲解了2784篇 这代表简单吗 时间过了12年 就这么简单 时间过了12年才可以累积这么多篇的文章讲解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很快就要超过3000篇了 一对一跟买课程有什么差别呢 一对一你会发现到 里面出现的单字会告诉你 它从哪个字变来的 你哪边弱哪边补强 很简单嘛 就像各位都知道 一对一的课程能够直接找到你的弱点 譬如说如果你不知道 recipient从哪个字变来的 我就告诉你说 哦,它从receive这个单字变来 你就可以马上发现到 哦,这个就是你可以了解你做笔记的地方 strike我最喜欢问学生 你觉得他的过去是谁 很多同学都会答错 会答成stroke 对不起 strike这个单字 它的变化有这么多 你就可以快速可以看到 所以林文龙是讲解的课程 上面有QR码 欢迎可以直接找我上课 就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内容 我再说一遍 一对一可以看到很多单字的讲解 如果是导读课程 每年费用3600块钱 重点是 就是一个听一个故事 但是250个故事也够多了 等你找我上课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